国三学生日常课业繁重 即将面临会考 为了免除学生上课请假 及家长往返奔波的不便 花联市护证即日起到3月26号 陆续到辖内无所公私立国中 受理应届毕业生 出领国民身份证申办作业 而变名同学申领人生的 第一张国民身份证 回家跟爸爸炫耀 我拿到身份证了 初次拿到国民身份证 回家要先跟家人分享 花联市护证 落实便名贴心服务 免除学生上课请假 及家长往返奔波不便 5日起至26日 陆续至辖内无所公私立国中 受理应届毕业生 出领国民身份证申办作业 7日来到花联市美轮国中 并在8日发送给近30位同学满来领取 就是可以办一些东西 例如驾照或者存折信用卡 的时候会比较方便的处理 那你知道如果说 像身份证调了的话 你自己会有知道怎么处理 先去挂师 然后再去寻找 就是像是一些警察局之类的 可以去寻找证件的相关机构 护证人员逐一核对本人和证件 也叮嘱同学要仔细保管 以及疑似的挂师处理 通常在办这项业务的时候 小朋友的那个相片都比较 他不知道格式是多少 其实脸的大小 就是要高要3.2到3.6宽至3.5 要这么大的脸的尘 五官要清楚的照片 那现在内政部有这个 就是你相片如果有档案的话 可以自己上传的功能 那在家里就可以自己上传 格式都可以自己调整 符合的话就会上传成功 这个是一个很便利的一个 一个上传照片的服务 只是说很多民众都不太清楚 那如果说你的国民身份证不见了 就可以有三个管道 第一个是打1996 内政部会转到辖区的护所 去做挂师的动作 那另外一个就是打电话到我们护所 我们护所也会帮你挂师 第三个就是到内政部 他有两种方式 用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没有用自然人凭证的方式 都可以自己申请挂师 华林市护证主任钟威廷表示 护证人员将携带行动化设备 进入校园服务 缩短受理时间 提升作业时效 每年便利近600位学生家庭 13日在自强国中 19日在国风国中 以及26日在花岗国中 来不及参加校团伴同学 可由学生本人携带户口名簿 照片及规费到任意户所办理 记者长邦业华林市报导